我們跟他合作人都知道 盡量不要在他面前 就提到那個憲哥的名字 因為他面前到底怎麼糾葛 什麼糾纏 什麼糾結 老實講我個人是不太記得的 那從董事以來 好像就他們兩個就不認 從於董事以來 不要說憲哥 聽說你跟乃哥不好 亂講 怎麼可能 我對他最好 怎麼可能 他的專輯我還是製作人 原來7533967 唱片的製作人 是誰 吳宗憲 對 真的 那你去問乃哥的時候說 聽說你跟憲哥不合 不會 怎麼可能 我跟他有什麼不合 他憑什麼這個 好像乃哥的公文 對 可是呢 我們就都覺得他們不合 可是他們兩個都不會承認 好啦 有一次我就印證了 他們真的不合 那個事件的發生地點 就在佩甄的婚禮上面 那天我到現場去的時候 我就看到不得了了 因為我看到徐乃玲 吳宗憲那個名牌是放在一起的 是 然後我就 妳就 哪有用啊 不是 對一句老人 而且我還好心 我還好心 因為我遇到李佩 就是這樣OK嗎 這樣行嗎 他還跟我說OK啦 這沒關係啦 哪有人這麼幼稚的 是 他說他認為說大哥不會這麼幼稚 對不對 大哥 今天是大幼稚嗎 我們大幼稚又是老實這樣 結果 後來那天 乃哥先到 就坐在那裡 然後那個 因為憲哥就遲遲沒有獻身 那婚禮已經開始了 所以李章就讓乃哥先上去致詞 那乃哥致詞 就是只到一半的時候 巨星獻身了 然後憲哥你知道 憲哥獻身不會是一個人 經常就旁邊一大堆人 然後人未到勝仙道 你還沒看到他忍的時候 已經願意說 嘿嘿 人未到勝仙道 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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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然後乃哥還在上面致詞 然後他也嘿嘿 每個人都要是誰 憲哥就來了嘛 搶著大風采 憲哥也在趕時間 所以他就急於想要 而且他想要抱著一個 虔誠的祝福來 所以他記得想要把這個祝福 傳達給李佩甄 然後就靜置就上台 上台以後 乃哥是不是還在講 他就把乃哥的麥克風 就拿過來了 然後就開始致詞 致詞也沒關係 乃哥也不是那種 說沒有氣度的人 大家你先講我先講沒什麼差 開開玩笑沒關係吧 但是因為乃哥那天呢 穿了一條紅褲子 是 然後還穿了黑皮鞋 那憲哥是很會就地取材的 他說他就致詞 嘿嘿今天現場一片喜氣洋洋 但是有人比新娘還喜氣 就是許乃琳 只有他一個人穿紅褲子 還配黑皮鞋 哇塞 麥克風傑聖的 那種 憲哥這件事 有這段嗎 有這一段嗎 對 我已經不太驚 你不要讓他一個人在那邊 胡扯到底有沒有這一段 我只知道憲哥上台的時候 是用跳的 所以乃哥還是說 哇 很輕盈 對 很輕盈 他看到乃哥互虧 然後全場是哄堂大笑 因為幽默效果實質 但是我了解乃哥的個性 乃哥那個整個臉都已經一陣綠 一陣白 陣綠 一陣白 碰巧我當天跟乃哥是有事的 我們就預計婚禮結束以後 就要去談那個開心節目的事情 是 吃完紙手架以後 他就走到這邊 玉瑩 我們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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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走 我就坐上了 這根本是方太談判特略 對啊 然後我就 一直人流到進角 然後我就 我就坐上了 我是不是就坐上了乃哥的 那台賓士車 銀色的賓士對不對 是 乃哥的銀色的賓士車 他坐後坐 然後我也不敢跟他講 我看他臉 汽車那個臉色很差 然後我手機響了 一看 憲哥打來了 怎麼會這種事 然後 喂 然後 誒 玉琳 我剛剛看你跟 乃哥出去 你們去幹什麼 你不要亂上了嗎 你不要亂上了嗎 乃哥說 沒有亂業會剛砸他嗎 我說沒有 我跟乃哥有節目 有戲的節目要開 然後跟他聊那個組織的事情 你跟他有新節目要開 不要喔 馬上會停喔 我跟他有 真的有這種事 都是臉在挑撥的啦 請 你 這會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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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陳昱宇是演藝圈的 縮畫劇